我这是 掉进了别人的婚礼现场 养你这么多年 替我家张家那个又丑又残疾的少爷 就当是报恩了 你在干嘛 看来他们新娘是和青郎在玩捉迷堂游戏呢 出场还真是特别啊 你们误会了我不是 我不是有意破坏你婚礼的 嘉丽你竟然敢逃婚 快跟我回去 她是来逼我家给张家的 我不要回去 拜托你帮帮我 潘妮可以作为交换条件 你要帮我完成这场婚礼 我答应你 现在她已经是我的新娘了 这么快就想起来了 妹妹不要怪姐姐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嘉丽出车祸至今人在时宜 两年前你设计陷害嘉丽 掉进我婚礼现场的事 麻烦把我重演一下 不行虽然是为了妹妹好 但我发过誓 不会再有这种事情 她需要点刺激 事后我会给你一百万的帽子 钱就不用了 为了妹妹的幸福 我可以再试一次 嘉丽 嘉丽 你终于想起我了 嘉丽 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 嗯 凭什么她能得到幸福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你没事吧 谢谢 你怎么在这儿 齐总 你 好久不见啊 前女友 当初的豪门千金 现在这么落魄 是不是后悔离开我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 齐总 这是嘉丽资料 除了日常工作 她还坚持送外卖 这么缺钱的吗 是的 我还缺个秘书 明白 立马安排 从今天起 你就是总裁秘书了 去报道吧 这么迫切把我调到身边 无非就是想要报仇 那我就给你这个几个 总裁 你找我 一小时内把这些方案处理完 哦 好 等等 助记刚才更新了 半个小时内完成 啊 有意见吗 没 是 换人倒有了 老板了不起 总裁 你要的文件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等等 去给我买杯红茶马其朵 去逼五分糖 我特别不喜欢喝奶茶 怎么了 啊 没事 我这就行 红茶马其朵 去逼五分糖 等等 那不是我喜欢的口味吗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总是毛毛实实的 要你管 你干嘛 这是什么 没什么 你根本没有忘记我们的誓言 哇 好浪漫啊 我也好想拥有 一枚属于自己的地下钻戒 我不允许我的女孩 羡慕别人 来 看这里 你什么时候买的 这不重要 跟我来 嘉莉 这枚大钻戒 板定了我的身份证 一生只能定制一枚 虽然我现在没钱 但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成为我唯一的例外和偏爱 只做我一个人的其太太好吗 嗯 我们的身份 无关亲情和地位 只在于彼此相爱 我只做你一人的其太太 那又怎样 我又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每天欺负你 就是为了把你留在身边吗 我不可能 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我 说了我的第二 就别想再讨出我的手掌心了 我宽柔的云层 掌握在你的风景